主席請曾主委 請曾主委 委員好 主委長 主委 今天我們討論股市揚升方案 可是股市一開盤就小跌了一下下 你有什麼評論 跟委員報告 我們揚升方案是一個 基本上講通俗一點 是一個轉股計畫 我們希望讓整個教育制度 能夠更有效率 跟衝聞接軌 我在想跟今天的股市的漲跌 我相信沒有一定的關係 你有被打臉的感覺嗎 不會不會 跟委員報告 股市 股市 股市看了一天 是 當然了 你上任以來 你也很積極在做多 在做股市揚升計畫 那我給你稍微整理一下資料 從前年的11月5號開始 這是我們自己整理的 那這個金管會就做了很多的多 譬如說 11月5號 這個前年11月5號 開放寶島債 那時候放出消息說 大概可以增加火水1000億 然後到這個去年的1月6號 又開放這個先買後賣的現股當沖 就是說 又可以增加1000億的這個火水 到了去年11月呢 又開放各種四大措施 然後就說這個四大措施啊 也可以增加1150億的火水 到今年2月份的時候又在講啊 要把公務人員的這個退付基金啊 要把它投入股市 這樣子還可以增加1100億的股市資金 那這兩天又在放話說 政府啊政府的基金應該投入買ETF2 預計可以增加200億的火水 我跟你算算一年多 你已經增加5000億火水 為什麼今天我們股市還跌啊 跟委員報告有關量的部分 像前年的交易量是964億 去年的平均交量是 已經有高達1192億 已經有超過20%的成長 這個是過去的那個情況了 那跟委員報告 爹喔不要看一天謝謝 對啊我只是覺得說政府 鼓勵股市我贊成 可是有時候啊 要講話稍微謹慎一點 沒想過碰空去 那另外啊這個 有關於這個李克強 因為我們中國大 我們台灣的經濟跟金融 跟大陸有高度的聯動關係 那麼昨天李克強在記者會裡面 特別談到說 對於台商的這個優惠政策啊 要繼續保持 讓台商有這個優惠 比其他國家的這個商人更加優惠 那你對於李克強的談話 有什麼樣的評論 那你對於李克強的談話 有什麼樣的評論 那我認為大陸方面的發源 我相信可能可以讓我們的台商 在大陸地區就現有的競爭力可以維持 基本上站長 是 謝謝你的評論 不過大陸的話是不是可信啊 我們知道李克強也承認啊 大陸的很多的經濟數字他會去灌水 譬如說啊 他的這個GDP啊 就是去年統計啊 他們的GDP 國民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 31個省加起來啊 比他中央統計的數字啊 縮離到北下 增加了5.76兆元啊 5.76兆元 所以對大陸的這些經濟數字 或者是正式性的談話 你覺得可信嗎 不只儘管會有點碰轟 大陸我覺得也很碰轟啊 另外我要特別提到了 那個您剛剛講的那個 那你都提 講說儘管 鄭主委表示喔 基本上會增加那個量喔 不是我的表示喔 那個都是業者的預估喔 所以我要特別澄清 我沒有 一點都沒有碰轟喔 今天都在這裡啊 是哪個業者預估 你們有沒有去追查一下 對對 我可以一個一個來跟你對 那個不是 第一個我沒有碰轟 第一個我基本上沒有 不會說有多少億 所以我要特別澄清喔 那個不是 我相信 跑經管會的記者 都可以充分了解 我從來不會講金額多少 所以你覺得是業者放水 不是放晃 不一直放晃 插作 不是 就是他們有一些 會有異估啦 那另外大陸的統計數字其實 那你要不要約束他們一下呢 有些因為他有一些意估 有一些專業上的意估啦 我們也尊重 但是假設是有點 比較誇張的話 我們也會進一步了解 是 另外主委 有關於這個股市的這個賬跌幅 要擴大為10% 那這個有關於它的騎乘呢 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那有媒體表示說 大概會提前到今年6月1號上 上路 但是有人提到會3月 4月份就會上路 到底什麼時候呢 如果你們的作業順利的話 跟委員報告 因為假設要放寬到10% 那要必須每一家鑑商 每一家鑑商的城市 都必須修改完成 那現在正鑑商工會 已經在協助所有的鑑商 全力在趕工當中 那因為這個東西 不像有些業務說他沒有完成 他不要做 因為這必須所有的鑑商都必須 好那時間暫停一下 既然我們今天請鑑商來 不是只是旁聽 如果旁聽到我們辦公室去做就好了 特別請他來 我就有做正義主席 是不是請鑑商工會的代表上台 讓我們了解一下 業界準備的情形好嗎 鑑商工會他現在是邀請 莊理 莊秘書長 那你願不願意 好那再請鑑商工會 敬你 敬你 來 快點 旁聽的話 旁聽的話 旁聽部 好來幫你 我幫你擋 OK 好那那是 因為他們是旁聽的 本來就是 你請回 會議詢問 會後可以聊天一下 我會詢問一下 剛才吳秉睿委員就問過了 如果今天他們本身是來參加這個會議 可以提供一些建議 或是提供一些這個數據 我覺得蠻有意義 那如果旁聽的話 你今天開放他們進來的話 其他團體是不是都要開放 譬如說 公都盟長期以來都要求要進來 要旁聽 那但是我們呢 我們不希望所有的委員 在問政的過程當中 那因為旁邊有人在壓陣 那本身譬如說有這個壓力團體 並不妥當 而且立法院這麼多會議室 不是只有八個會議室 每個大 每棟大樓裡面 大大小小會議 像我今天辦 我的辦公室旁邊的會議室就空著 那今天進來十幾位 我覺得就可以到旁邊去旁聽啊 為什麼要進來旁聽呢 那我覺得勝不到 那你如果今天又不能上台 表示意見 那只坐在這邊旁聽 那就應該去我們辦公室 或者會議室去旁聽就好了 這個是不是能說明一下 會議室問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有點票漢 但是我覺得 那麼多年來 我們對其他的團體 都不希望他們進來旁聽 就是希望讓委員 有一個乾淨的問政空間 那但是呢 只有他們例外 為什麼呢 好 謝謝 那個講的有道理啦 那本來應該是 今天這個專案報告 專題報告 是很單純的 那我們特別是有準備 密書要聯絡 那個 視訊 因為現場都有直播啦 那你剛剛早上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已經有解釋過了 吳秉瑞 吳秉瑞 吳秉瑞也提到 那既然是旁聽 就單純的旁聽 所以吳秉瑞委員平常是 對於會議秩序最遵循的 你看今天要出選了 連他們進來旁聽 都不敢表示意見 不敢表示制止啊 這是不是一種壓力呢 對好 那我們來協調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房間 如果有的話 我對各位 各位券商公會 我沒意見 但是因為我們對其他團體 都是限制的 那如果今天特例的話 以後大家都可以進來啊 我是不是也要開放阿土婆進來呢 好 那我們來協調一下 那事實上我們改天都會邀請相關單位 辦公聽會的時候 就可以來發表言論 那我們來協調一下 調整一下 那所以現在怎麼處理呢 會議可以繼續進行 因為我們就是單純的 就今天邀請的官員的部分 繼續可以來 那各位委員是都沒意見嗎 好那我們來馬上聯絡一下 請那個祕書人員協調一下 要不然正確投資人的代表也應該進場啊 不是只有這個資方團體進來不是嗎 對我們一般如果說公聽會的話 都可以邀請 對對對 好好 好我們衝散如流 來請秘書人協調一下 好那如果你要繼續質詢還是要 休息五分鐘等處理完再說好了好不好 好尊重大部分委員 好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好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感谢观看